唐山大震之后 位于唐山东北15公里的陡河水库告急 这是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陷阱 陡河水库的大坝下陷了一米 主坝纵向断裂了1700米 横向断裂每个50米就有一处 大约是有50多道裂分 有的裂分宽达一米长达11米 时封天降暴雨 陡河水库水位猛涨 大坝岌岌可危 1976年7月28日清晨下着大雨 37岁的唐山市陡河水库管理员 揣电钟从废墟里爬了出来 他立刻意识到发生了大地震 顾不上抢救家人飞快地奔向大坝 他知道事态的严重 真要是这个这个闲情出现了的话 那可真坏了 此时雨越下越大 死里逃生的揣电钟和他的同事们 在水库大坝上又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大坝就是扭扭曲曲 你们整个大坝呢 往下撑了 大头这个裂痕呢 纵横的大大小小的都没事 有的那看着腿大 那都卖都卖不过去 正是迅气的是最关键的时候 旗下马上 所以说这个一旦来大游 那个就是后面来进去 斗河水库位于唐山东北15公里处 水库库底高处唐山是10米 有3600万立方的出水量 库溶水位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大坝一旦决定 架在唐山人头上的一壶水 将咆哮而下 已经震碎的唐山 又要遭受烈地之灾 你这壳水啊 如果是要垮坝的话 把整个唐山市都冲毁了 那要监制要绝口 哇呀就把唐山都整个里带来 带走完了 一片走 斗河水库即将决定 恐怖的情绪在附近迅速蔓延 人们顶着连绵不断的雨 四散奔逃 这唐山要马上天前地端 要掀下去了 要发大水了 不能再进去了 他说说要压水上来了 人民元那边黑水上来了 发水了呀快跑啊 斗河水库被震裂了 不定什么 就发一发水 咱们唐山就全烟了 就全完 一位妇女背着一包东西 逃了出来 出来以后我身上啊 围着个背 我一出来呀 就是把这背 也跟着带出去 还有我呀 一个兄弟媳妇的一个褥子 他带着个孩子 抱不了 我也给他抱着 还有我们当然一个人呢 他带出一枪免裤了 我也给他们抱着 这位妇女和他的父母 弟弟一家四口 就在这逃亡哭泣的人群中 惊魂被带一家人 在大雨中 已经不知道何去何从 马路边上 两个坐着 全是人 就中间有的倒 倒的 一说倒 全起来倒 二十九岁的高锦如 这时候却独自一人 往唐山市里赶 因为地震前一天 他带着儿子到农村 走亲戚 幸运地逃过了一街 而他留在市区的 其他亲人 却生死未博 街道房屋 早已经面目全非 高景如止迹的 院子里有一棵丁香树 他越离家门近 越感到恐惧不安 而此刻 十七岁的矿工李宝兴 和四名同伴 被困在了唐山 照个状况 一千米的镜下 好像哪是 踏房毛顶了 好像吐大事 因为当时 我们不知道能 当时没有了团长 都没抖下来的 都那个五眼脏漆的 说是发生啥事 这么大劲 那这镜下平常 踏房毛顶 没有这么大劲 没有荒地 他们做梦 都没有想到 唐山发生了大地震 矿井里的排水 通风 电力通讯等设施 已经完全瘫痪 他们无法与地面联系 而地面上的幸存者 正在全力搜救 困在矿井下的工人们 对矿井了如指掌的工程师 罗吕长 已经无暇顾及 已成一片废墟的家 他担心的是 矿井里地下水猛涨 而且工人们不及时出来 将会被全部淹没在井下 我就大几乎队下检 拿了二三次掌灯 每到拐挖地方 我抓个标志 给工人上检 他好 知道 前面就是这个协警了 你们赶紧走 他是在那水 七腰身的水里头 在指挥 我看见一个工人 所以工人呢 聚首纪律的是工人 一般呢 这个奔房 重要害群 不能随便走的 一毕业交线吧 你不能随便破港 不能走的 你看他这个工人呢 非常尊守这个机器 他就不走 他就当港 工人呢 他们问我 什么事啊 就这样 他们又是发生战争了 发生战争了 矿井里的地下水位在上涨 斗河水库的水位也在不断上涨 河水力打了多年交道的揣电中指导 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开闸放水 减轻水库的压力 但是地震早已经破坏了所有的电力通讯设施 只有临时启动几十万吨重的手动扎门 那几千斤那是 再加上水 底下 这边没水 那边水 在压着 你那个力量很大 它的起飞力量要四十吨 需要四十吨的起飞力 在那里面 哎呀 心中非常紧张 那简直闲情 那简直都害怕 但凭当时水库的几个工作人员 根本无法启动扎门 斗河水库旁边正好驻守着一个高炮团 揣电中他们立即前去 请求支援 水库管理处的人非常焦急 就是无论如何 轮断 就是用手咬 把这个扎门咬上 就是扎 提起来 放水 希望解放军同志 在尽快的时间内 以最快的速度 把这个预工道的扎 提起来 多放一些水 早一分钟 把水放掉 唐山人民就早一分安心 接到命令的班长杨家栋和战友 第一眼看到万吨巨扎 就知道困难重重 但是他们没有其他选择 只能想尽办法把扎门提起来 怎么办呢 四个人一组 喊了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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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去跑 汉溜营呗 哪了 汉到他来了 正是热时间了 是不是 摇个篇一来分钟 一个都没筋了 赶快就换人 就是连回来 这个 背景背到什么程度 就是四个磅宖伙子 一口气 你只能摇上二十圈 它只有摇到六十圈的时候 这个大闸才能提升到一厘米 这么一个道路 闸门启动的速度非常缓慢 大坝的裂缝却越来越大 如果余震突然到来 千疮百孔的堤坝 根本无法承受再一次重创 我的职工不管你是老弱 反正能动和你走去 拿着敲的 滴了着草带着 马带着 来库房预备的防循路者 从水书一人抱一抱的 卷一卷的倒坝头 那找个地方就挖土地挖土 装带着装带着 背着背 扛着扛 往那个大列子里头 天